文考于影视导演竞技真人秀节目 导演请指教成为2021年最具话题讨论度的一档综艺 每一期节目上线后都引发全网热议 导演、制片人、专业剑影团、大众观影人、四大阵营的唇枪舍战 贡献了无数的名场面 虽然目前评分只有4.0分 但丝毫不影响大众对于这档节目的热情 资源咖就为影二代内卷、影评人抢戏、变手请开杠 吃瓜群众想看到的内容 导演请指教一个都没落下 导演请指教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参赛的导演和作品 反而是坐在评论席上的影评人 在这个节目中 影评人诠释了业界百态 有护棚臭脚的 有指点江山的 有专门做阅读理解的 还有教人怎么看懂电影的 他们吵架吵得很凶 把我想出名几个字写在了脸上 但是有一个人另外 听他的解读 观众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言之有误 一针见血 每一次都能抓得到观众的痛点 这个人就是杨超 他尊重每一位导演的劳动成果 点评温和有风度 但不一味的尬夸 而是有理有据的 指出影片的核心问题 这也是专业建影组该有的样子 导演请指教虽然一路面对不少的争议 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 那就是他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电影市场的现状 一些导演和制片人 并不是很清楚观众的喜爱 影评人和观众之间有各种思扯 这恐怕也是当下市场拍不出好片的真实原因了 年度六强正式诞生 导演请指教邀请16位华语导演参与节目录制 97节目过后 进入年终顺点的6位导演也正式出炉 他们分别是前宁皇 王依纯 曾赠 韩雪 德格纳和鲍贝尔 第一阶段是经典IP改变 16位导演两两PK 200位大众观影组和50位专业建影组进行投票 票数高的有机会获得制片人的合作邀约 16部短片放映完毕后 王阳 毕之飞两人遗憾被淘汰 身陷抄袭风波的吴中天选择退赛 13位导演进入第二阶段的比拼 第二阶段是主题定制赛 四大制片人组成工作室进行对战 13位导演完成真实改编 脑洞大开 喜剧之王三大主题的影片创作 这一赛段竞争更为激烈 关锦鹏选择退赛 向国强 梁龙 蔡康勇 宁元元四人被淘汰出局 8位导演进入下一赛段的争夺 第三阶段直面真实市场 导演走到现实影院 与观众近距离互动 并接受他们的投票 8位导演带来了自我风格明显的影片 钱宁皇用一部科幻片再次惊艳众人 98.8分的最高分 让他强势拿下第一名 而王文也得初恋和吴振宇的 阿英排名倒数 两个人遗憾被淘汰 综合三个阶段的比赛来看 逼之飞给节目带来第一波热度 最后成了工具人 早早被淘汰 在他身上也看得出影评人的双标很明显 导演和鲍贝尔一路带着争议晋级 他们也很想撕掉标签 用作品证明自己 宁元元和王文也争夺宝贵的晋级名额 陈芷熙最后的选择难以服众 吴振宇的阿英排名垫底 不是他的影片不好 而是他输给了流量和话题 二大流量改编结果导演请指教的初衷 是为优秀的导演搭建一个平台 进而让他们的价值被更多人看到 但是随着节目的推进 你会发现这档节目比拼的 不仅仅是导演的业务能力 更多的是资源和人气 寒雪一出场 就强调自己请来了张艺谋的御用摄影师 还有寒红给影片做摄影配乐 鲍贝尔的影片结尾有一大长串的工作人员做支撑 黄文也压根不缺资源和人脉 除了导演本身资源差距明显 其实这个节目中的演员也很抢风投 孟子义 黄明浩 陈又为 范诚诚 丁真珍珠 马伯谦 程骁等流量艺人 纷纷涌入这个节目 延周柯宇 吴海 李云锐 王免这样的演技小白也来碰个脸熟 而张婉义 张雪鱼这样优秀的青年演员 却很少能拿到这样的机会 最让人尴尬的是 导演请指教第三赛段的考核规则发生改变 导演的作品在线下迎刃展映两天 线下展映的票房成绩 加上公演现场观众的评分 产生最后阶段的导演名额 在这样的规则条件下 一部影片的好坏 往往被卡斯等外界因素影响 二大流量艺人的加入 直接改变了票房和口碑 格格纳继续他的民族题材电影 这一次他选择了丁真珍珠作为主演 把视角聚焦在丁真珍珠的家乡 两匹骏马口碑两极分化明显 喜欢的人认为他的表达有深度 博伟道来给人启示 不喜欢的人则认为影片平淡无聊 催眠效果很明显 不会去电影院观看 这部影片之所以 能在观影人数和线下口碑等方面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丁真珍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连德格纳自己都非常有信心 在采访中他表示对于比赛不太紧张 因为选的演员比较有号召力 同样因为流量加入而影响结果的 还有王一纯的影片日出之前 因为朱智欣的加入 这部影片轻松拿下首日票房第一 虽然王一纯这部影片的利益有些争议 制片人豪雷也带头批评 但是这并不影响影片最后的口碑和票房 对于这样的结果 制片人豪雷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朱智欣的冰毛很大 豪雷本人并不赞同大家走入影院 是因为喜爱哪个演员是谁的粉丝 他认为这样太不客观 如果真的是看谁的粉丝多 那么还拍什么影片 人站在那里就好了 三人争年度总冠军 经过三个阶段的考验 全宁皇 王一纯 曾赠 韩雪 德格纳和鲍贝尔六位导演 进入闭幕典礼 他们将争夺最后的总冠军 纵观整个比赛过程 六位导演的实力对比很明显 目前三部终极影片已经上映 在笔者看来 最后的冠军人选已经浮出水面 韩雪 曾赠 包贝尔三人机会渺茫 总冠军更有可能在前名皇 王一纯和德格纳三人之间产生 韩雪不用多说 本身就是跨界来参赛的 比赛中也确实暴露了很多的缺点 韩雪最让人不舒服的一点 是作品不接地气 她的影片强调底层人民疾苦 关注特殊女性群体 但是镜头呈现的内容 远远没有她讲述出来的动听 韩雪能够进入总决赛已经让人太意外 夺冠基本不可能 包贝尔是一个自带争议体制的导演 在节目中也是处于话题的中心 从整个比赛来看 包贝尔的影片却实在不断进步 总决赛他导演的大嘴巴子惊喜不断 在已经上映的三部影片中效果十足 既幽默又折射现实 对于当下娱乐圈追逐名利的众生相讽刺很精准 遗憾的是 包贝尔此前的影片漫长的别离如今正陷入抄袭风波之中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路人员 加上包贝尔身上的各种争议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口碑 包贝尔想要翻牌也是难上加难 曾赠和德格纳都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 一直也被拿来做比较 两个人在节目中发展的轨迹明显不同 最后的结果也不相同 曾赠典型的高开低走 一出场变疯亡 一部爱情感动了无数人 也让人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 但是从第二阶段开始 曾赠就开始变得不够理性 进入自己的小世界无法自拔 拍出的片子也是自我情绪的传达 所以勉强晋级 曾赠总决赛的影片 《辣椒炒肉》依旧是贫固秩序 影片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太少 无论利益还是镜头语言都显得不够有冲击力 德格纳一出场就被影评人骂哭了 一直坚持民族题材的他 在争议中逆袭 巴德马和凉皮骏马都获得了好评 德格纳总决赛的影片 接光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影片一语双关 李成如的本色出演也成了加分项 对比层赠优势太明显 黄一纯和钱宁皇两人都有着鲜明风格 黄一纯的黑色幽默趣味性十足 阿基米德的晚餐音乐之声等影片 也展现自己的专业水准 他的剧本创作镜头展现 以及故事表达等都远远超越其他导演 他已经收获了自己类型的粉丝 最后能夺冠也在意料之中 钱宁皇是被节目组复活的导演 但这个一上台就涉恐的他 拍摄的影片却成了节目最大的惊喜 他也成了这一季节目最大黑马 奥斯卡最佳短片 观察者人人都爱查尔斯三部科幻题材的影片 风格独树一致 都是很成熟的商业类型片 既有现实意义 同时不识丰富的层次和情感表达 钱宁皇身上有着强烈的反差萌 通过节目也能看得到他的进步 无论是个人语言的表达 还是影片的呈现 他让人看到了这个节目的价值所在 也让大家对于中国科幻类电影 有了更多的期待 对于导演请指教 你们心目中的冠军是谁呢 要跟咱们一起去看 谢谢大家